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最开始呢 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 因为我是水下摄影师嘛 所以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想把我自己 就是在水下可以表现得很轻松 想展现给别人看 展现给一些害怕水的 不会游泳的 就是对水产生恐惧的一部分人来看 就是在水下也可以做得很自然 这是我最开始 最粗的想法 所以我就开始在水下有一些情景剧 有一些唱歌之类的 对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让更多的人体验水下摄影的魅力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水下摄影 其实水并没有那么可怕 我看一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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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我们拍一条短视频的话 大概在10到15分钟左右 在水下跟目的可能不太一样 水下面对的困难会更多一些 我们会想到 它的浮力 水对我们产生的一些浮力 就比如说 有一些物体 它跟水的密度 是不对等的 那么它可能在水里就会飘起来 那也有些它会沉下去 那在道具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想着去给它配重 还有人也是一样 人也需要做一些配重 因为人在陆地 它是可以站得很稳的 但是在水下它会有浮力 可能就不太站得稳 包括一些睁眼睛啊 嘴巴微笑啊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培训 对